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一周的第一天,天还很早,妇女们便携带预备下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见石头已由墓穴滚开了。 他们进去不见了主耶稣的遗体。 他们正为此事疑虑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着药木的衣服站在他们身边。 他们都害怕,所以把脸垂向地上。 那两个人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了,他已复活了。 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里雷亚时怎样告诉过你们, 说,人子必须被交付于罪人之手, 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日复活。 他们遂想起了他的话,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报告给那十一门徒及其余的众人。 他们是玛利亚、玛达雷纳及约安娜和雅各伯的母亲玛利亚。 其余同他们一起的妇女也把这些事报告给宗徒, 但妇女们的这些话在他们看来好像是无稽之谈, 不敢相信。 伯多禄却起来,跑到坟墓那里, 屈身向里窥看, 只见有链布,就走了, 心里惊异所发生的事。 就在那一天, 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 村名厄马屋, 离耶路撒冷约六十斯塔迪, 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 正谈话讨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近他们, 与他们同行。 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 以致认不出他来。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 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 他们就站住, 面带愁容。 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 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 耶稣问他们说, 什么事? 他们回答说, 就是有关纳扎类人耶稣的事。 他本是一位先知, 在天主及众百姓前, 行事说话都有权利。 我们的司机长及首领竟借送了他, 判了他死罪, 钉他在十字架上。 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 可是, 此外还有, 这些事发生到今天, 已是第三天了。 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 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没有看见她的遗体, 回来说, 她们见了天使显现, 天使说她复活了。 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 所遇见的事, 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 但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于是对他们说, 哎, 无知的人哪, 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 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才进入他的光荣吗? 他于是从梅色及众先知开始, 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 都给他们解释了。 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 耶稣装作还要前行, 他们强留他说, 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 因为快到晚上, 天已垂暮了。 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 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 就拿起饼来祝福了, 掰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这才认出耶稣来, 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 他们就彼此说, 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遂及动身返回耶路撒冷, 遇见那十一门徒, 即同他们一起的人, 正聚在一起, 彼此谈论说, 主真复活了, 并显现给西满了。 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 即在分禀时, 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 述说了一遍。 他们正谈论这些事的时候, 耶稣立在他们中间, 向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众人害怕起来, 想是见了鬼神,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恐慌? 为什么心里起了疑虑? 你们看看我的手, 我的脚, 分明是我自己, 你们摸摸我, 应该知道, 鬼神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 如同你们看我, 却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伸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欢喜, 还是不敢信, 只是惊讶。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 他就接过来, 当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诸凡眉色法律, 先知, 并圣勇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 都必须应验。 耶稣, 虽开启他们的名物, 叫他们理解经书, 又向他们说, 经上曾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 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 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 以得罪之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看, 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 浅发到你们身上, 至于你们, 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 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出去, 直到伯达尼附近, 就举手降福了他们, 正降福他们的时候, 就离开他们, 被提升天去了。 他们叩拜了他, 皆大喜欢地返回了耶路撒冷, 藏在圣殿里称谢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